美国职棒大联盟MLB的马查多今天一发飞越右外野大强的拳雷打突破平手僵局,帮助圣地雅各教室3比1击败旧金山巨人,在三连战的系列赛中取得二胜一副优势。 教室菜鸟左头马格维修司,Nick Marjavisius,今天先发6局,送出6次三阵没有保送,被挤出5支安打,只因为挨了一发羊春但丢掉一分自责分,在球队获胜后拿下比赛胜头,这是他大联盟生涯的首胜,他在打击上也有所见数,三局上半教室靠着他的牺牲打率先拿下分数,以1比0领先巨人。 教室今天击败巨人,在本季至今7次交手中拿下5胜。 马查多,Manny Machado,今天的拳雷打,是他本季的第三支,也是他生涯12次造访甲骨文球场,Oracle Park,第一支,他已经在国家联盟9个球场有开轰记录,目前还未用拳雷打征服的,包括科学, 科罗拉多洛基的库尔斯球场,Course Field,迈阿密马铃鱼的马铃鱼球场,Marlins Park,新兴纳提红人的大美国球场,Great American Ball Park,密尔瓦基酿酒人的米勒球场,Miller Park,匹兹堡海盗的PNC球场,PNC Park,芝加哥小熊的瑞格利球场,Wrigley Field. 两队一比一平手时,巨人有机会站上领先,补守克拉兹,Eric Kratz,在五局下半一出局后挥出安打站上二垒,罗德里格斯,Derek Rodríguez,敲出安打,但教室外野手瑞弗洛,Hunter Renfro,守得浅,让克拉兹只能停在三垒垒包上, 马格维修斯接着让先前挥出阳春炮的皮拉,Kevin Piller,急出滚的球,使克拉兹在本磊出局,在三镇度加,Steven Dugger,化解失分危机。 九局上半,教室打者狙击巨人牛鹏,该局首名打者瑞弗洛及出中外野深远的三垒安打,在下一棒的麦尔斯,Will Myers,打出一垒安打的情况下,瑞弗洛为教室添的保险分。 最后一个半局,教室终结者叶茨,Kirby Yates,也遇上麻烦,一出局后先保送克劳福,Brandon Crawford,在被龙哥利亚,Evan Longoria,打出二垒安打,所幸他及时稳住阵教,先三镇索拉提,Yangervis Solart,在让白尔特,Brandon Belt,挥出飞球出局,结束比赛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